陆路交通管理局启动第一代地铁列车的清理善后工作 并探讨把部分退役列车冲作教育用途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陆路交通管理局去年7月颁发合同给列车供应商彭巴迪 制造66列新列车 已逐步取代自1987年 服务地铁南北与东西线的第一代列车 为准备2021年起陆续接收新列车 陆路交通管理局上个月 以旧即将退役的66列第一代列车的清理善后工作 公开招标 预计今年底颁发合约 当局授寻时指出 一同相关组织探讨将一些列车用作教育的可能性 像SIT有一些铁路工程相关的课程 他们可以把这些退役的列车 拿来给学生做一些实际操作的培训 以提高和培训他们的创造和创新的技能 或者像澳大利亚的悉尼 他们会把一些废旧列车的零部件翻新 然后用于一些现役列车的维修和维护 而在美国 由于列车的拆除成本比废金属回收的价值来得高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清洗和玻璃后的车厢 变成人工礁石 学者指出列车在回收 拆解和处理过程中 有可能引发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因此事前必须谨慎研究 确保安全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